首先说一下我为什么会买这个表 最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 小孩之前买的儿童手表 它的通话这一块表现真的是不尽人意 经常关键时候掉链子 就比如你找它的时候打不通 或者打通了以后它又自动断掉 这就非常影响交流体验 没办法只能再重新买一块 这是我的目标很明确 只选旗舰款 主要从华为5X Pro和Z8中选择 后来经过线下实际的体验 包括像通话以及佩戴感受 以及和小孩的预言 最终选择的旗舰Z8 这次我会简单从通话 定位 续航 拍照 以及系统这块 给大家聊一下这款手表 看一下1998它道理值不值 第一个项目是通话质量 通话质量是我个人认为 儿童手表最基础 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功能 我这次之所以会再买一个儿童手表 也是原因之前使用的两款儿童手表 它的通话质量实在是不佳 包括外放出现破音 声音小等一系列的问题 而这次我最终选择Z8 也是源于通话 我在现场也把它和华为5X Pro 做了一下对比 也看了一下小白的评测 最终确定选择Z8 关于通话这块 我也实际录制两段真实的通话视频 就是把它和之前用的小薰手表 做一下简单的对比 大家可以仔细的听一下 我说你送过去的吗 我说你送过去的吗 我说你我没有送过去的 好吧好吧我还有可能会给你打一个 拜拜 喂你们现在是在泡步吗 还没开始泡 那你也去泡吗 我都吗 我才吃了两个多饭 买不买饭 买不买菜 昨天还没吃完吗 好吧 从实际的通话效果来说 这款手表我个人是非常的满意 它的通话效果是非常的好 不但声音够大 同时外放的音质也是够好 基本上是听不到 像之前我遇到的破音这些 也包括比如你用它来播放一些音乐 那么它的实际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第二个测试项目是定位 主要看一下定位精准度 特别是官方宣传的楼层定位 这是我为了测试定位 跑了很多的地方 包括居民小区 商场 设立展馆 公交 地铁 也甚至是轮渡 使用居民小区 我没有设置家的具体楼层 就让它模糊定位 总体还是能够反馈大致的楼层 比如你在八楼 那么它可能会显示五到八楼 比如在三楼 它可能会显示三到五楼 商场的话 我第一个来到的是 从北南平商场 这个商场相对来说比较小 楼层只有六楼 这种比较简单的商场 它的定位相对来说是非常准确的 无论是我上楼梯的状态 还是我到达楼层后 它都能够非常准确 快速的反馈我的楼层数 整个表现是相当OK 接下来我换到了另外一个商场 重庆的莱夫市 这个商场相对于南平重摆 就要大很多 同时复杂很多 在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定位 就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比如我在四楼的话 它定位成了负二楼 我在一楼定位成了负三楼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真要以楼层 或者是它的实际定位找人 估计是找不到的 公交定位方面 假如你所属的环境非常的宽阔 例如我测试南平南边路 这条道路非常的直 非常的宽阔 那么它的定位速度 包括准确度 都是非常的优异 而假如你跑到了一个 很复杂的道路 例如像拥挤的朝天门 那么这时候的定位 同样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我正在坐公交 但是它给我的定位 是处在某东大楼的11楼 从定位这个角度来讲 它的整体表现 没有宣传讲的那么牛逼 当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 我个人的主观评价 它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好的表现 就比如你所属的位置 不是特别的复杂 一个正常的道路上 小孩在上面行走的话 它还是能够非常精准的 反馈它所属的状态 至于宣传讲的3D楼层定位 这个需要一定的数据支撑 那么如果没有收集数据 或者是周边的环境比较复杂 那么这个功能的话 相当来说就非常的有限 具体的定位的话 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这个环节 它的表现就非常非常的一般 特别是续航 直观的体会 它的续航还不如我之前买的 比较便宜的小米入门款 儿童手表 我一般是在节假日上 小孩使用 正常它一天的步数 大约在2万部左右 屏幕亮度三级 健康监测 历史轨迹 包括定位这些 全部打开 按照每天拨打电话 5到6个 每次15秒到30秒 当然期间的话 它还会玩一些其他的功能 包括像拍照 以及趣味食图这些 到晚上10点左右 一般只会渗到25%的电量 而充电方面 我一般是从电量15%开始 因为15%以后 它会自动进入超级省电模式 以这个为标准 10分钟充足电量14% 30分钟充足电量41% 从15%到100% 需要耗时 一小时18分钟 整体效率也是很一般 但目前儿童手表 在充电这块 五六年的时间 基本上是没有发展过 很少有手表是支持快充 我目前看到的 就只有华为5X Pro 它宣称可以在20分钟之内 充足60% 而其他手表的话 基本上就是Z8这种 整体的水平 从虚传这块来说 这款手表正常使用 顶多就一天半的时间 但如果你的小孩 使用频率更高 那么他的时间 可能会要更短 一天一冲肯定是没跑 拍照方面 这款手表 它用的是前置500万 加后置800万的双色方案 具体的层面数字 如果在光线良好的情况下 无论是色彩 还是细节解析 我认为都是很不错 像拍摄小孩的试卷 那么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试卷的细节 不过由于光线变暗的话 那么它的层面数字 就会出现急剧的下降 和白天的差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显 另外这款产品 它是支持表体翻转 和自动对焦 这两项功能 我个人认为对日常拍摄 也会提供很大的帮助 像表体翻转的话 可以让小孩在拍摄时候 动作不那么别扭 至于自动对焦 第一方面可以提高 成片的数字 第二个 对像扫码这些 也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 像我之前买的手表 它虽说也是双色 支持扫码支付 但是由于不支持自动对焦 在实际的扫码过程中 它的过程其实变得很困难 而自动对焦 可以让整个过程 变得一气呵成 视频录制方面 它单次最长 可以录制30秒 也没有防抖 因此实际的成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效果的话 也相对来说很一般 这个效果只能说 勉强可以用 也还是处在一个小孩 刚好折腾的一个范畴 系统和其他方面 这款手表用的是 高通4100芯片 运行内存1G 储存容量332G 系统是基于 安卓8.1的KM1 OS 实际的反馈 包括它的触控这些 都是没有问题 系统的流畅度这些 基本上是挑不出毛病 不过这个系统 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它操作起来 有一些繁琐 不够简洁 就比如它的这些功能的话 它做的全部是集中在一块 可能你想要找某项功能 要下拉翻很多 另外就是关于 它系统自带的一些应用 比如这个 所谓的个性形象 也包括有一些应用 我虽说在App里面 把它给禁用 我原本的意思是 禁用了以后 我以为它会像 比如之前用的小米一样 它会自动在系统里面 不再显示 而它这个逻辑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这个时光剂 我虽说把它禁用了以后 那么它一样会出现在这个系统里面 WiFi是支持双屏 这个要给好屏 另外像新六间测这些 它也是支持 不过有一点很坑爹的是 这款手表 它竟然不支持NFC 你说一个入门款 几百块的不支持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这个好歹是一个 2000元的旗舰款 这个就有些坑爹 像小孩比如想要做个公交地铁 或者是刷个门禁 你还得给它准备另外一张卡 这个显示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比较带它用的是磁吸卡扣 实际使用我个人觉得 比之前用的这种硅胶的的话 它要更快捷方便一些 佩戴也比较的稳靠 调节方面 它里面是类似几种这种表扣 可以根据自己的长度调节 同时在两侧 它还细微的做了一个微调 这个也要给好评 就像这里 你可以按住以后 往前推往后拉 这样可以做更精细的调整 这就是关于小天才Z8的详细评测 视频最后再回到标题所提到的问题 它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我个人是从两方面来理解 首先如果从绝对的价格 绝对的硬件属性来讲 那么它可以成为一个智商税 因为在目前2000元的价格前提下 你可以买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中端手机 那么如果以这个维度来讲 这款产品 它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相当高的 第二个 如果你是从自身的需求 也包括有些人讲的所谓社交氛围圈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考虑 你可能会觉得它物有所知 因为目前市场上 你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完美提点它的产品 你的经历可能就跟我一样 你买了很多款以后 最终你还是回到了这个小天才 小天才之所以会垄断目前 儿童手表市场 除开它生根多年 进入这个领域比较早以外 另外一个原因 我个人觉得就是 其他厂商不争气 不给力 没有对它形成强有力的威胁 就像我在第一个环节讲的 有些厂商在做手表的时候 那么处心居立做其他的功能 做一些很炫的功能 做得很复杂 但是偏偏在最基础的通话这块 没有搞好 就给消费者留下了极不好的印象 而小天才的话 它深知消费者的一些诉求 深知小朋友的一些诉求 在这一块的话 稳扎稳打建立了口碑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 它比较给力 或者是它能够取胜的 一个重要的法宝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视频 要分享的所有内容 如果这些内容对您 还有什么帮助 也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的三连支持一波 我是阿甘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